我叫郑思芳 我是香港人 我来了北京十年了 然后在这边呢 现在我在做一个联合办公 还包括一些自己小的一些尝试 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然后这边就是蒙福井教堂 从这个位置看 我们的一个联合办公特别的漂亮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休息的区域 然后呢这边有那个水啊咖啡啊 都是免费提供的 他在共享头等仓啊 可以休息啊 在里面工作啊 就是没有人打扰 但是他做了之后 因为我香港人我自己刷不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需要用身份证 输入身份证号 然后我没有那个身份证号 未来如果换了居住证是不是可以用 对换了居住证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电话间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打电话或者吵架 基本上从零到整个做出来都是我在做 它的颜色啊 他挑的家具啊 都是我就是自己去挑的 最初联合办公这种模式呢 当时在旺中创新这种这种概念的时候 其实很多更多的是在中关村啊 旺京啊那边一些兴起来的地方为主 我是最早坐在市中心的 三年前呢 其实我觉得 没什么人知道联合办公 所以呢当时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你在做什么 花了好几个月吧 我们这边才租了差不多 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这里面也是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吧 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 你们互相交朋友之后呢 还可以有更多的想法 这个就是我们客人定制的蛋糕 送到一个美术馆用的一个定制款的一个蛋糕 我联合办公都做到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我其实就一直在想要不要去拓展开店 然后我想做到的就是 在里面找一些好玩的东西去尝试 有一次在聊的时候就 聊到想做一个蛋糕 觉得他做的东西就我没见过 很有意思 基本上就一拍自来集合 就很快就做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在王府中环的一个实体店 这个叫独角兽 它是那个原味的 另外一款呢是陈诗的精灵 草莓味道的 过来北京去探索是很对的 因为如果说香港的话 我觉得大家圈子其实相对封闭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 发现认识朋友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过几天你就认识一个新朋友 几天就认识一个新朋友 后来比如说我的蛋糕 我的IP的东西 其实都是因为有合作的人 然后一起去把一个事情做出来 你在北京的时候就发现 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都可能可以找到可以帮到你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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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